全球首富目前為了綠能做了最多貢獻的人 現在被說是一個不聰明的人 這個人是誰呢?就是Elon Musk 為什麼他不是個聰明的人呢? 因為他跟民主黨的政治方向不同 我們可以說 比爾蓋茲是個聰明人 但是他的政治方向很蠢 他想要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 但是他的確是一個聰明人 Jeff Bezos Amazon 的這個總裁 很聰明 但是他的政治方向很蠢 我其實認識很多聰明的人 但是他們的政治方向很蠢 但是他們是聰明的 現在左派說Elon Musk是個不聰明的人 原因是左派形容保守派只有三個選項 邪惡 因為我們自私 想要用我們的宗教來控制世界 愚蠢 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懂 沒讀書 最後一個是腐敗 因為我們收了賄賂 被錢買通 那Elon Musk呢? 他是個邪惡的人嗎? 好像不是 他人好像還蠻好的 做的事情也一直以來都是左派想要做 但是沒有能力 也沒辦法做到的東西 他腐敗嗎? 你好像沒辦法賄賂他 好像只有他可以賄賂其他人 所以左派對於屬於這個傳統自由派的Elon Musk 唯一的形容詞就是愚蠢 那為什麼Elon Musk愚蠢呢? 因為他說他在2024年的時候想要投給Ron DeSantis 還有他一生當中首次投票給德州共和黨的候選人 而且翻轉了一個一直以來都是民主黨的票倉的西域裔的地區 那這對於民主黨來說實在是太可怕了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打不過Ron DeSantis 他們認為說他們可以打敗川普 因為川普的個性 還有很多美國人對於川普是處於一個反感狀態的 但是Ron DeSantis不是 他們認為如果對上Ron DeSantis的話 他們絕對選不贏 更重要的是他們沒辦法把Ron DeSantis打造成像川普那樣的負面形象 因為Ron DeSantis他說話非常小心 做事也都很小心 比川普好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在COVID-19他應對模式是非常好的 佛州經濟被這次的衝擊也影響最少 他們唯一能攻擊DeSantis的東西就是佛州州長反對小孩變性 但是這其實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看法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不希望變性小孩 所以當Elon Musk說他喜歡DeSantis的時候 左派就全部瘋了 所以他們唯一的解釋就是 Elon Musk是個白癡或是種族歧視 或者是以上皆是 以上是一直以來支持伊斯蘭恐怖組織的這個媒體 Alja Zira的總監 現在在MSNBC上面說 Elon Musk其實是個弱智 We are living through an unspeakably dangerous moment The pro-QAnon pro-neo-Nazi fac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poised to expand dramatically come the midterms We're just two years away from Donald Trump very possibly re-seizing executive power If that happens we may look back on this past week as a pivotal moment When a petulant and not so bright billionaire casually bough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messaging machines and just handed it to the far-run 對他在這邊是在說 Elon Musk要買下推特 只是為了要把推特送給極右派的共和黨 還有陰謀論的Q 讓他們變成極權政府 來摧毀美國的民主 Yeah 接下來還有紐約的國會議員 Jamal Bowman 他說 Elon Musk不是一個領導者 他跟共和黨的億萬富翁一樣 支持白人至上跟極權主義 因為他不想要他的員工加入工會 或者是付該付的稅務 共和黨正在試圖終結民主 現在Elon Musk正在幫助他們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當時副總統Mike Pence好像也沒有在陰謀論 參議院的Mitch McConnell好像也沒有 但這些都不重要 因為Jamal Bowman說 Elon Musk是個白人至上種族歧視 那為什麼他是白人至上呢 他剛剛才投票給一個墨西哥裔的女性 Maira Flores 代表他進入國會 這樣子還叫做種族歧視嗎 而且他還是個笨蛋 他們說他是笨蛋 哪一個發射了火箭到外太空 哪一個不是靠著種族而投票 不過這個就是他們的觀點 只要政治立場不同 就是個笨蛋 邪惡腐敗種族歧視 這裡得到最多的就是 Ron DeSantis 他被問到 Elon Musk支持他選總統 以下是他的回應 Elon Musk說了這晚 他會選擇 如果你會選擇 從國際上 你會選擇 Elon Musk 我會說 我會專注於2022 但Elon Musk 我會說 我會歡迎 我覺得這是 目前最好笑的笑話 就是Elon Musk 是個南非人 而且在美國很成功 左派一直說 我們對於非洲裔的美國人 很不公平 但是Elon Musk 就是一個證明 非洲裔的美國人 在美國並沒有被歧視 而且只要靠努力 而且很聰明 就可以變得非常成功 能控制操縱其他人 一直以來都是人類 最大的渴望 這就是為什麼電影裡面 什麼念力啊 操控人心啊 都是最後的大魔王 政府就是可以合法的 使用這樣子的能力的一群人 他們所有的方向 都只是為了讓我們 放棄我們的權利 放棄保護自己 追求快樂的自由 讓我們當一個無腦無能 只能靠著本能存活的動物 就連得了性病 都還想要做愛的 一群左派腦殘 這就是為什麼 保守派要保護自己 要保護自己的孩子 要保護自己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的政府 不會保護我們 政府永遠只想要奴役我們 唯一想要讓我們 得到自由的就是 給我們律法的神 祂要我們反省自己的過犯 有正確的價值觀 讓我們可以當屬於祂的子民 而不是屬於政府的奴隸 這就是為什麼 基督徒只相信給我們聖經的神 而不是期待政府要來解救我們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合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 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 朋友一起參加 聖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 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 仲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 他們造物主 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AI NEWS的觀眾 吸家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 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 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 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教會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情形歡迎到 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空文化 我們兩會兒 節目 按照 我們 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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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中